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居住在里面的人来说 真的感觉会非常压抑 今天我们节目的委托人陈先生 他家的这个房子 也是位于老小区当中 但是是整幢房子的顶楼 六楼 按道理来说 这个顶层它的采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却可以称得上是 名副其实的小黑屋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各位设计师老师好 我是这次的求助者 这套房子是90年代的老公房 是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 现在也是租给别人在用 我打算自己收回来 和自己的另一半一起住 本身这套房子的厨房和卫生间 是大家一起公用的 经过政府的优惠政策 就去改造之后 然后让每家人都有了 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房子所在的小区 在六年前由政府统一规划 进行了旧住房综合改造 方案从建筑北侧外立面进行扩建 把原先的楼梯 过道等公共区域 划分至每家每户 做到除味独用 八户人家排队上厕所的情景 成为历史 陈先生的家由于是编套 改造把原先的两室变为三室 在北侧增加了近十平方米的面积 分别作为卫生间 厨房和餐厅 这一次改变 大大提高了居住条件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套房子 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采光问题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是客厅的位置 在改造之前 它是直接对着室外的 就是一个采光的窗户 但是改造之后 就变成房间内的窗户 导致现在这个客厅 早上不开灯 是非常灰暗的一个环境 这次最大的目的是 希望设计师老师 能够让我的房间变得聪明几近 然后又比较温馨 适合两个人一起居住 那么为了让陈先生家的 这个小黑屋华丽转身 变成这个日光宅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请到了两位设计师 一位是西城设计副总经理 黄勇设计师 欢迎黄勇 大家好 黄勇 室内设计师 上海七城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成建职业学院 毕业班导师 另外一位是上海繁座 设计工作室的主理人 李方正 欢迎李方正 大家好 李方正 新锐建筑设计师 上海繁座设计工作室主理人 同济大学 布拉格理工大学 建筑学硕士 抛开程先生家的这套房子而言的话 如果在普遍的建筑上面 这一套房子它的采光有可能受到哪几方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建筑规范当中 一般要求 比如说是冬至大寒日 我们需要有一到两个小时的采光 平常我们普遍做的住宅 高度跟长度 楼间区的长度 是一个一比一的状态 这个时候采光 基本上不会有大影响 三到四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我们的房间都是南向直射光 也就是说我们都要考虑南面的窗户的采光 老工房之所以采光很暗 因为它是砖魂结构 砖魂结构的话 它的窗户就不可能开得很大 现在我们做的都是框架结构 那框架结构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落地床 楼间距之间 包括它的整个这个窗户的大与小 可能跟这些采光都有直接的关系 请教一下黄勇 比如说我们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 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 它房间里面的光线 其实从它的空间的格局 包括颜色的运用 包括区域的划分 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光线的一个影响 我就注意到陈先生 他们家有一面墙好像是暗红色的 但是那个其实是没有提亮效果的 反而会让房间里显得更加沉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采光问题 它是一个多重因素 导致的复合性的问题 为了更加好的 来了解陈先生家房子的情况 两位嘉宾就在我们今天节目录制之前 特别是挑选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实地走访了陈先生的家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户外晴空万里的情况下 陈先生家里的光照情况究竟怎么样 你好 陈先生的家是一个典型的车厢套房型 入户后首先看到的是新增的餐厅区域 右手边依次是扩建后的卫生间与厨房 左手边穿过门洞后是客厅 最南侧则是卧室 你看到的这边是后来 旧房改造的时候搭出来的一个空间 这边是厨房 这边是卫生间 这边的一扇窗本身是朝着外面的 因为现在旧房改造 然后等于把这扇窗子搁到室内了 本身对外采光的这些工程就是全部没有了 等于说这里其实应该是我们原来建筑的外里面 对对对 等于说这是我们扩建的一块 然后这是我们的外窗 这边就是一个作为客厅的一个部分 两边都是有墙壁隔着的 光线透不进来 白天的你不开灯是没办法待的 我把灯关掉之后大概是什么样子 哦那真的比较暗 非常的暗 就是不开灯是完全没有办法在里面做事情的 常年要开这张日房的 对常年必须要开 每一天到时候就是这边也不通风 到时候万一发霉了之类的 我看这个吊顶上面都已经 已经比较老化了对吗 年久失修 它的空间整体的格局 跟我的现在主要的房子其实是类似的 中部呢也有一个像这样子一个隔间 采光基本上都要靠人工采光为主 那自然采光无法穿透到那个墙体 那现在还好一点就是陈先生家里 还有这样一个背后的一个这样的窗户 我们至少能把北部的 北面的这两床窗户的光源引入到这个室内来 这边是我们的房间 是 是整个房子采光最好的一个地方 这边是朝南的 那这个窗不是那么大是吧 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个地面的颜色 比如像我们现在看这种 大这种家具估计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 比较成就的 这已经是不能满足现在的一个需求 这个房子其实整个的空间 内部空间是比较好的 我们应该是能做到一个 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房子 我觉得能交给我们的房子 两位设计师都已经实地去看了陈先生家 我能够感觉到你们两位在现场 好像表情明显凝重起来了 那陈先生家我们都知道 在这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旧房改造的 那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 它是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能不能更加具象地看一看 左边的那个就是他现在的陈先生的卧室 然后中部的也就是现在陈先生的客厅 然后下面的就是他的公用厨房 然后其实他原先格局都不动 但公用厨房被打断了 没有了 他就完全已经进入到北面的那个空间去了 然后再加出来一个 他的餐厅的空间的位置 还有入口玄关的位置 下部扑房的面积 直接填补到他原来北面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在旧改之后 是相当于在原来的面积上 增加了三分之一还要多的面积 对 大概有十平米多 天哪 这对于住户来说 这简直是欢呼雀跃 对的 对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中部的房间就变成小黑 对我来讲有一个比较震惊的是 因为我们在画面当中看的时候 是开着灯的情况下 陈先生面对镜头的表述 但是他当他关了灯之后体验 竟然是伸手不见 五指是很漆黑一片 你们去的那天阳光还很灿烂 内外的这反差实在太大了 是 这张图片呢 其实是我模拟了 当天的那个情景 不管是从南边 或者从那个北边 它的阳光还是有那么一些的 虽然我们的这个窗户比较小 尤其是南向的这个阳光 会稍微多一点 那么中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厅的问题 就是很黑很黑的一个暗厅 对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黑雾了 那个当没有灯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气氛 那方正呢 我看到好像你在现场 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从天到地 都有一些问题 他一进去厨房跟厕所那个 地平都没有铺 直接就是混凝土直接浇灌 然后呢掉顶的 一看就是年久时休 上面都发黄 发黑 那也就是说上面的闷顶的位置 那个防水处理都没有做好 我猜测里面 应该比较腐败不堪 房子里边有没有自然光线 跟一个人的幸福指数 其实它是有一些关联系的 是 尤其是对于天光的采用 对阳光的需求 是能让生活更加 有增加幸福感的一个状态 尤其老工房容易潮湿 上海又是个梅雨季节 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这种 对天光 对阳光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没有什么潮湿和阴暗和发霉 不是一场阳光解决不了的 但问题阳光就是进不到它这个小黑屋里 对对对对对 两位设计师已经为陈先生的这个小黑屋设计了这个改革方案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还是黄勇 先拿出你的作品吧 哇 这你一大多多了 整个给它打通了 要改变原有的格局 保留原有的位置 只是把它的一些隔断 做一些玻璃的状态 同时把中间听的 不管是北面墙还是南面墙 全部打开 当我把这个墙面打开之后 甚至这三两度墙全打开之后 那我就形成一个 相对比较明亮的一个空间 在一个住宅里面 会有它的社交区 有客厅 餐厅 厨房 卫生间 也有私密区 就是我们所谓的卧室 当然我们私密的区域 和我们社交区域 还是需要一个相对的一个阻隔 所以你使用的 好像我们看出来 是折叠门的概念 是 是 是 可以里面加板页 甚至里面可以加窗帘 或者可以加一些电容玻璃 如果今后还有客人 朋友 或者说有家里人要住的话 我需要两张床怎么办 其实我们看到 在右侧客厅的部分 有个白色的墙 我这边是个床 是可以直接打开 平时隐藏起来的 对 当我这个门阻隔之后 同时电容玻璃一打开 就形成一个内外的一个阻隔 同时是两个卧室的状态 是形成这样一个可合可分的空间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视频的模拟 其实我们把这个阳光的模拟时间 是从早上的八点 模拟到第二天的八点 当我们的阳光 北边的阳光 洒入我们的这个厨房 通过我们的玻璃 再透射到我们的这个客厅 餐厅 活动区 让整个空间亮起来 这里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的六点左右 其实阳光还是有的 慢慢地再往下 天要黑了 当我们在做我们室内设计 尤其在住家的时候 我们在做我们的墙面也好 包括我的固定家具也好 它依然是我们的一层皮 如果把它装饰得更美 或者说更重点的内涵 是在我们的软妆 我们对色彩的运用 更多是白 带一点蓝灰 有一点点的红色 地面基本上是米黄色的地板 配上我们这些家具 我的配饰的画 很有食欲感的这种抱枕 懒人沙发 红色的这种跳色的这个 就从一色的世界 瞬间进入到色彩斑斓的世界 是 是 是 年轻人现在喜欢吃马卡龙 它是一种马卡龙的颜色 就像一个马卡龙的自在一样 是 让人很有食欲 是 是 是 增加幸福感 是 是 是 通过这些阳光 通过色彩来增加我们的这种幸福感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左侧的这个墙面 电视背景墙面 我是通过一些镜面的处理 做了一个U型的镜面 让整个天花的视觉穿进去 让我们在这个电视的 这个台面的这个造型 也是视觉穿进去 让空间有扩大感 是 是 是 它其实是一个视觉偷换 就像一个空间的魔术一样 让整个空间亮起来 在设计师黄勇的方案中 拆除了原有的墙体 实现了南北通透 采用玻璃门的隔断 最大程度上的引入自然光线 亮色 跳色的软妆 搭配浅色系的硬妆 使空间更加生动活泼 来 方正 看看是怎么设计的 在我们这个方案当中 整个是改了一个整体的格局 动了一个最大的动作 就是把卫生间移到中部的位置 因为卫生间 它对于日照采光的需求 是最少的 我们也把它的面积 整体的压缩到最小 你是整个把这个厕所的位置 给移了 对 陈先生的这套房子在顶楼 北面的房间的屋顶 斜坡屋顶 反射日照阳光 到它的北面厨房跟客厅里 所以说这个时候 北面光线也会很足 但是这个北面光线是暖射光 它不是直射光线 所以说看起来也很亮堂 我们考虑的是 北面的这个漫射光 能完整地打向 我们的室内空间里 这个其实是原本 是它厕所的位置对吗 对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是两厂窗户 原来的格局 陈先生的格局是 左侧的窗户是供给厨房 右侧的窗户供给卫生间 这个时候 我们把两厂窗户的光源 全部打进 我们的室内空间当中 把这个地方做一个 非常完整性的厨房所使用 然后用玻璃隔断 然后来保证我们的室内空间的通透性 而且我们使用隔断的时候 免得保证正常的油烟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居住的一个隔断 隔离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卫生间的这个小窗户 那这个小窗户就是保证 卫生间还是有一定的采光 然后我们形成一个干湿分离 内部完全是湿气空间 外部是低手台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在左侧这边有一个弧面的一个镜面 这个镜面呢 我们考虑的是用一个拉丝不锈钢 把北侧光线能通过这样拉丝不锈钢 这样一个干净的镜面 完整地反射进我们室内空间当中 它实际上也是一次二次照明的一个概念 对 二次照明 对 它反射到中部区的时候 我们希望呈现一定的什么呢 波纹状的效果 我们希望把这个光线动态化 带给我们整个空间上的一个活跃 然后其实中部的这个空间 是我们为了它后期跟孩子 考虑到第二代的问题 你可考虑得真长远 儿童空间都有了 对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它的日常储藏 储藏其实也是不需要采光的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圆洞 把那个圆洞通过北部的窗户 引到我们的儿童的卧室当中 小型空间当中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导光孔 对的 然后我们再来进一步往里边走 应该就要到它们的主卧室了吧 对 它的主卧室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采光最好的区域了 右侧就是它们的储藏衣柜 左侧就是它们所救寝的窗户 我们整个平面储藏是一个圆弧状 因为通过这样的圆弧 我们想反射南北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直射光也好 不管是卖射光也好 我们都可以反射到 进入到室内空间当中 在设计师李方正的方案中 大胆地改变了原始结构 把对采光需求最小的卫生间 移动到全屋中心 充分利用北侧窗户的慢射光 对餐厅进行照明 与此同时 在全屋利用镜面 湖面 导光孔等设计 使得南北的光线 充分反射至室内各个角落 如果我这个空间的采光不好 那很多人可能第一想到的是 那我就多安几盏灯 那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很多的住宅里面 会更多的用一些西顶 用一些桶灯 那我其实建议大家 会用一些点光源 比如我们一些射灯 那我们把一些什么射灯 就打在我们的墙面上之后 它会产生一些光运 它自然就亮了 我想就是普遍性的 比如说家里面采光不好 我们该由从几个方面来入手 有可能进行调整 正常如果遇到 这种小黑雾的处理 它第一我认为 就是打通空间 这是它的第一步 第二步考虑到阳光的反射 然后第三步 也就是采用颜色 尽可能饱和度低 或者是清淡的色彩 这样子我们的整体空间 就不会显得压抑 显得开场 一些老房子 它有本身的这个格局 包括它结构的问题 已经产生这个问题 它没法解决 那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是 用一些比较清淡的色彩 亮的色彩 我们很多的 尤其是老年人 他喜欢用这种深色的木地板 那我们有可能把它的颜色 从一个深到一个浅的变化 墙面从灰色 或者说深色 咖啡色 到一个米色的变化 包括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用一些软性的格段 比如说透明材质 让房间变亮的一种可能 遇到采光不佳的房子 除了打通格局 采用玻璃 镜面等材质以外 可以安装光线导光系统 设备不受楼层的影响 在室外收集阳光 再通过光线管导入室内 除此之外 在对面相应楼层 加装镜面等反射材料 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自建房 改善采光的方法 就更多了 可以在屋顶加开导光孔 安装管道通往下层 在管道内铺设超高反射率的材料 引入自然光 也可以在闷顶中 安装几组透明亚克力材质的采光柱 反射格楼窗户的光线 进入室内 那么今天我们的黄勇和方正 提供了两套选择 供我们的陈先生 应该说陈先生家的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了 也是非常具有借鉴性 那么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有任何关于装修上的疑问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625-625-25 我们每期节目最后 都会一一地解答您的困惑 来自宝山区的陈女士来电求助 去年11月 她与一家装修公司签订了 新购置房屋的设计与施工合同 并且支付了共计10万元的一期款 但因故 陈女士在今年8月撤销了购房 那么陈女士是否有理由 要求装修公司作废合同 并且全额退款呢 陈女士签订装修合同后 虽然实际并未购房 但装修合同已经生效 由于装修合同实际不可能继续履行了 因此陈女士可以主张 将已经支付的一期款项予以退回 但是应当向装修公司赔偿违约金 如果装修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 陈女士可以主张降低违约金金额 以装修公司实际发生的损失 作为违约金 实际损失应当以实际发生的工作量计算 比如交通费 设计费等 但是不得包括预期利润 在这里要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 祝上海选上海 欢迎下周继续收看 由上海整装惯名播出的 祝家有道 下周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